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果买房 我们都希望买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如果卖房 都希望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如果你要换房 买房和卖房同时进行 那么结果就是在市场火热的时候 你买的价格高 卖的价格也高 市场冷淡的时候 你买的便宜 卖的也便宜 现在你是以小换大 也就是说卖掉便宜的 买一个贵的 比如说你现在的小房100万 你要买的大房200万 有100万的差价 那么因为市场往下走 成交量下降 价格下跌 所以你的小房可能就卖不到100万 比如说卖了80万 你觉得这对于你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当然是好事了 你要买的房子本来是200万 因为市场跌了 可能160万就买到了 你在卖房这个地方亏了20万 可是你在买房这个地方赚了40万 原本你用100万的小房 换200万的大房 有100万的差价 现在房子没变 但是价钱变了 你用80万换了160万 差价是80万 所以你节省了20万 你用小房换大房 比原计划节省了20万 它的底层逻辑是因为房价下跌了 假如现在房价大涨 你的小房可以卖120万了 那么你买的房子可能就涨到240万 这样你卖房多卖了20万 可是你买房就会多花40万 两个房子之间的差价变成了120万 相当于多花了20万 结论就是 以小换大 在同一时间进行 应该选择市场最低迷的时候进行 那么更高级的做法是在不同的时间进行 也就是说 在市场高点的时候把房子卖掉 然后在市场低点的时候去买房 以上面的案例 如果小房子卖了120万 而买的房子在最低点160万买入 那么差价就只有40万 这肯定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当然这样做 操作难度比较大 以后有机会我再分享几个成功案例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 房子只有一套 买房和卖房的时间必须放在一起 所以下面我还是继续讲 在同一时间换房 分为四个要年 请你先点赞收藏 如果一次没听懂 还可以再找出来重新评 第一 明确目的 你要先搞清楚 自己为什么换房 自己为什么不喜欢现在这套房子 未来要买的房子 有哪些是必须具备的 比如地区 朝向 格局 年代 面积 装修 学校 交通等等 这样 你未来买的这套房子 才不会出现重大失误 导致你刚买了房子就要卖房 第二 要先卖后买 先把房子挂出去 放到市场上 等买家给你下了offer 你再去买房子 而不是先去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然后再卖房 因为如果你是先买了房 市场还处于一个低迷的阶段 很有可能你的房子一直卖不掉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买房的交房日期越来越近 最后你只能割肉甩卖 损失二三十万是很有可能的 第三 精心准备 这里面又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卖房的准备工作 包括市场分析 选择经纪人 房屋装修 房屋清洁 房屋布置 定价 拍照 拍视频 等等 所有这些都要力求完美 市场好的时候 也许你的房子一上市就卖掉了 而市场不好的时候 卖房的难度会非常大 那么你一定要把所有工作做新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买房前的准备工作 包括资金的准备 贷款的预批 还有房子的研究工作 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房子 而且最好要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 在写offer之前 要知己知彼 在谈判之前要设计好几套方案 总之 你的准备工作越细 将来你的收益就越大 第四 不贪婪 贪婪与恐惧 是我们普通人人性里面固有的东西 说起来容易 尤其是说别人容易 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很难 打败自身的人性弱点 是世界上永恒的难题 今天讲的是市场下跌期间 以小房换大房的底层逻辑和操作方法 那么市场上升期 操作方法跟前面讲的是不一样的 以大房换小房 也是有不同操作技巧的 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